古有武松打虎,今有妙龄女子灭豹 当年武松还是在喝酒的情况下将老虎打死 很难想象,在45年前 有一个年仅19岁的姑娘就凭借着一双手 在极度清醒的状态下将一头两米长的金钱豹打死了 这个女孩受到了很多表扬 甚至有幸去了北京,瞻仰了主席的仪容 然而打豹女英雄却因为难产,使得身体出现了问题 这位姑娘是谁?她经历了什么? 这名姑娘叫做陈传湘 于1956年出生在湖北省神农驾邻区宋罗湘 陈传湘的父亲是名猎人 他从小就跟随父亲跋山涉水 吃苦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生存技能 陈传湘不知道的是 这些生存技能有朝一日能帮助自己成为一个英雄 1975年,陈传湘刚满19岁 一天她跟着生产队、社员们来到山上挖洋狱 在那个年代,农村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地方 农村附近的山上经常会有一些像老虎、豹子、野猪等攻击力强大的野生动物除墨 为了保护自己,村民们都信奉着人多力量大这句话 他们上山都会结伴而行 这样即使出现野兽也不会那么害怕 正当一星人埋头挖洋狱时 队员李守之突然在前方一百米处 看到一只体型壮硕的金钱豹正在捕食一只山羊 过度紧张下,她用方言喊了一声 老八子来了 一边说还一边跑 这可倒好 一下子将金钱豹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群这边了 金钱豹放弃捕捉山羊了 一转头就朝着陈传湘他们扑来 一星人看到这种情况都被吓蒙了 腿脚都被吓软了 他们待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立马就开始逃跑 农妇柯正玉不慎跌倒了 而且他还背了一个孩子 金钱豹看到目标 然后就张着血泵大口扑向了他 柯正玉此时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孩子 他已经做好了被豹子咬死的准备了 金钱豹已经将柯正玉的脸和手都抓破了 下一步就是咬断他的脖子 关键时刻 已经躲过一劫的沉传湘 却突然扑向了金钱豹 只见他轻轻一跃 就爬到了金钱豹的背上 并且死死地搂住金钱豹的腰肢 常年住在山林里的人都知道 豹子的脑袋和尾巴很硬 但是他们的腰肢却很柔软 这也是他们的弱点 所以扭住金钱豹腰肢的陈传湘 暂时处于上风 这时陈传湘又费力扒开豹子的嘴巴 并且用力按住他的头部 连踢带锁地 让金钱豹的腰肢咔咔作响 金钱豹的身体已经受到重创 他哀嚎了一声后 就将柯正豫放开了 跌跌撞撞地跑到一边垂死挣扎 陈传湘许是紧张过度 当他看到金钱豹的四肢 还在地上不停地扑腾时 就以为豹子是在挑衅他 所以借着刚才的勇气 就骑在豹子身上 用拳头猛垂起豹子来 挤拳下来 豹子竟然被打死了 陈传湘打死的金钱豹 足有7.6尺 超过了2.5米 算下来最起码可以达到80公斤 这已经是一只成年大豹子了 不久 陈传湘此等事迹 就被村民们知道了 人们不仅把他称为打暴英雄 还将他和武松相提并论 1975年 武汉政府为陈传湘举行了一个受奖大会 借此来表扬陈传湘的英雄事迹 当天有1700余人参加这个大会 后来陈传湘的事迹被刊登在报纸上 做成了连环画 甚至还被编成故事 放在了小学课本里 1976年 毛主席逝世 陈传湘作为湖北省的优秀英雄代表 被邀请到北京 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1980年 陈传湘被调到了神农架林野局 因为文化水平不高 他只能做饱节的工作 陈传湘对此非常满意 后来他结识了郭道金并与之结婚 婚后的陈传湘生活很幸福 可是难产却让他吃尽了苦头 他却家里生孩子 在顺产过程中 陈传湘大出血 医生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将其抢救回来 生完孩子后 陈传湘的身体状况很差了 多年来一直贫血 后来他退休了 身体更是一日不复一日 2008年 陈传湘在治病的过程中 出现病情恶化 不久就去世了 时至今日 我们不用担心野兽出没的危险了 身边也不再需要像陈传湘这样的人出现了 可是那个打爆英雄却一直被百姓铭记于心